多多散花在空中绽放 跳伞特战官兵从C13栋H运输机 依序跳出 从1250尺空中一要而下 地面教官隔空呼喊 要官兵们手往上打开 在空中排成一整列 精准降落在大鹏湾海面上 一旁借户小艇 教官立刻迫近 接应降落了散兵 水面跳伞不容易 吸引不少军事迷抢拍 陆军空训中心特种地形跳伞训练班 15号一早总共27名学员 在屏东大鹏湾完成水域跳伞任务 只是中共环台军演刚结束 现场气氛严肃 因为跳伞主要场地就在屏东 而对岸官媒又把南部比喻成大脑 可能就和南部的军事有关 台湾的这个军事训练获胜是以这个军事部署 这个大本营 基本上还是在南部的这个部署跟配置比北部要多 特别有江南平原或是南部 它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大部队的运用运作 那另外台湾的军事院校 基本上都集中在南部 北部它由于是指挥中枢 所以它要负责这种所有资源的调度 还有甚至对外联系有盟 专家解读像凤山的陆军官校 海军左营基地空军钢山基地 训练场地几乎都集中南部 军力资源多 而北部掌管经济和政治中心 更是军方作战指挥中枢 南北都不可轻忽 TVBS新闻许继统宏家娟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